哈喽来关心的是知名法式料理餐厅法乐奇 日前被爆出牛肉还有海鲜等汤品 都是用廉价的汤粉调制而成 生意现在一落千丈 营业额大受影响 而为了挽回生意 今天营运长张正明是再度的召开了记者会 表示以后绝对不会加粉 希望可以挽回消费者信心 不过他第一时间亲自示范加粉的过程 今天又推说是工作人员的疏失 这粉饰太平的做法 消费者能否接受还有待观察